金寮盛十字架天主堂 9月13号欢庆一家子 教堂很小 但是容纳超过200人 气氛温馨美好庄严 堂静一开始 金寮天主堂所属的 吴米勒社区的孩子 用演奏来表达 他们对教堂和地方结合的感谢 台南教区 林津南主教在讲道时特别强调 金寮天主堂是一个文化的标记 必须透过文化和地方对话 提起金寮盛十字架天主堂 是在1955年到1960年新建的 它是曾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的 德国建筑师 哥特弗莱德波姆所设计的 也是哥特弗莱德波姆在亚洲的唯一作品 所以它称为天国的倒影台湾建筑史的地标 长期以来 它深受台湾建筑学界 业界和爱好文化艺术的人 关心主义 1991年开始 由盛若望修会来管理 盛堂分为四个部分 中楼 圣喜堂 圣殿和圣体小堂 都是尖顶的造型 四个尖顶分别有鸡鸽子 十字架和皇冠 都有着信仰的代号 这是台湾建筑史和艺术史上 极具影响力的建筑物 因此本堂梁承恩神父表示 在迈向新的一家子的同时 金寮天主堂将恢复原有的精华 也就是将会依照原先 哥特弗莱德波姆他的设计 这将结合地方的艺术建筑业者一起合作 也透过合作的同时 带领人认识天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